那叫做悬腹花汤 然后如果会脚痛 那可能又是什么 瓜楼蟹白饭下汤 其实很多程度上不一样 因为我在商寒论 其实说一句话 是很危险的 因为你随便给你一句话 其实那句话 不能包含所有的病症 所以这是商寒论的一个险处 然后放入家就问我说 那桂枝番草汤不是补新的吗 那为什么不要加大枣 因为大枣不是更可以补进银血吗 那其实我后来才发现说 对后那个 仲井它的那个姜跟枣 比较是有一种互动的关系 比如说因为有姜 把那个桂枝的药性 伸到水管外面 所以才需要枣把那个 补进去 就是它是一个 所以如果桂枝跟房上不加姜的话 通常也可以不加枣 那这个是一个思考点 这是在有甘草的前提 因为同学问 如果没有甘草会怎么样 因为在桂枝汤的结构里面 有没有甘草不太受影响 因为呢 桂枝跟少药都是作用在血分的药 所以有没有甘草 它们的作用点不会差太多 但是呢 代表性的没有甘草的药 要看那个姜跟枣的关系 这些话这些 只是来学一下保养自己身体的同学都不用听 这是讲到上来的程式 或者是为了某一部分的同学提一下 就比如说 无株于汤 无株于人生 生姜大枣 那个这个方没有甘草 而这个方里面就是 大枣做大枣的事 生姜做生姜的事 它们两个是没有互动的 这样明白吗 就是一般来讲 我们有甘草的话 这个大枣入营生姜出味 这个结构是在的 可是一旦没有甘草的时候 这样跟枣叉变成各做各的事 彼此就不再有联署关系了 那这个是 如果有人已经学过上海论 可能听得懂了这句话 对不对 那大部分人都听不懂 听不懂就好了 所以这些东西 可能是要上了八个礼拜的课 才能带大家 陪大家玩一玩 因为很多同学 只是来认识一下中医的 那种太专业的城市 我不想说 因为你知道吗 我觉得就像电脑 对不对 电脑我能够开机 用我能够上网就好了吗 我更怎样会写城市呢 学中医不是也是这样吗 就要去会用就好了吗 那城市给工程师去写吧 可是 有人不想了解一下 就有兴趣要学到 工程师等级的那些的时候 我看一下好不好 我老天爷 那这个课程可能会让很多人失望 因为工程师等级的东西 我可能日后再说 我只能说 我只能说在这个课程里面 陪伴各位同学去认识一些研究方法 好不好 因为你想想看 我在过去的学习经验里面 我可能会看到 每一代不同的医生 有不同的研究方法 所以我可能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研究方法 但是我不能说把一切的成果都交给你 不然的话 一般只是来学保养身体的同学 受不了 那还有就是 所以我刚刚有讲到说 一个药你们要注意 它不可被取代的那个部分 可以被取代的部分 你忽略一点没有关系 这是第一个观念 那另外呢 就是 因为我的医术是在商寒润 这样子慢慢慢慢摸上来的 其实你想想看 我 我在 我等草已经很习惯 要讲一个 要看完一百家才敢讲一句话 所以我商寒润和尝不是如此 所以我有些同学都跟我讲说 跟我住家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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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住家就讲什么 那老师怎么跟他讲的不一样 我有时候会很想说 我那些住家我都读过 但是 我很不敢讲这句话 因为我觉得我在卖弄什么东西 在卖弄的时候 我说我读的书比你多吗 我觉得不必如此吧 但是只是大家晓得一下 我是一向是这样读书的 就是我要 要商寒润的一句话 我要教的话 我大概也是一家一家 历代书家这样的一本一本 这样翻过来 然后这样做一记 然后到时候决定 这句话这样教比较痛 就是我也是全部那些历代争执 都处理过一遍 才教这一句话的 这样明白吗 所以 当然我知道有人认为 什么 赢血未弃论 有人反对 有人赞成 然后历代有很多争端 其实我都晓得 但是我 因为我希望我教的同学 就是大家最能够上手的东西 所以我不能够在这个 我不想把这个背后 我讲这句话 背后已经有多少家 已经打完价了 这个暂时跟你讲 你懂吗 就是因为这个 战况如何之激烈 比你那个课程要多很多 我不能说这句话 从每一代还不说一样才 所以最后我决定要用这样的讲法 那这样的话实在是上不完 现在都已经上了 所以可能要请各位了解一下 我的上课 因为我想给你们最实用的东西 所以我不想把那个背后的那个东西 讲太多 那你为什么要讲最实用的东西 我觉得学医 我觉得这句话还是要说 就是学医不要耍高拐 不要耍高拐 不要讲那种自己也听不懂 比你也听不懂的专业术语 我记得我的师长辈曾经讲过一句 就是在写诗的领域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们说 比如说有些人他学写诗 他会说 李白的诗 或者李后主的词 太高了 太难了 所以我学不来 那我的师长辈 他们是写诗的专业领域 他们就说 其实不是的 他说大部分的人 不能够写诗 写得像李白或者李后主 那是因为他们不许 因为李白跟李后主的诗词 都有一个特征就是 一开头的那句 非常平实 就像床前看月光 明月光是你们后来版本改的 唐朝是床前看月光 床前看月光 或者是 无言独上西楼 就听起来都 不像你们一般有言那种 诗的那种精雕戏作 你明白吗 或者像李白最有最大的作品 数道难 依须兮 唯乎高哉 那这个根本就是 白话就是 哎呦呀好高好高哦 就是说 凡是最有感染力的作品 都是最俗的 这样懂吗 所以呢 一般学写诗的人 他们会愿意去学这个 李少尹的雕琢 愿意去学那些 某某人的这种 很美的词早 可是不会有人愿意去学 李白或者李后主 因为如果 我不是李白 我不是李后主 我这样写 人家就会说 你写大游诗 这样明白吗 所以 因为不屑 所以不愿意这样做 也就是 觉得写那种诗 会降低自己的身份 因为我要写那个诗 看起来 句句雕琐 人家才会觉得你是诗人 如果你写的真的有点像 李白或者李后主了 就没有人觉得你是诗人 这样懂吗 所以现在的社会风气 学医也是如此 就是 如果你 就学会讲那些黑话 想那些很玄貌的理论 你一开口 人家就知道 你是伟大的中医者 如果你学张仲锦 一开口 人家就会觉得 你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这样懂吗 所以诗仙词地的诗词 没有办法学 跟张仲锦的医术 没有办法学是一样的 是因为大家不甘心平凡 所以才没有办法学 但是你真的甘心于平凡 好好去读 像那天方路交问我 那个桂枝跟草汤 要不要加枣的问题 我就翻开双海论 看到桂枝跟草汤那一条 然后看他隔壁 就是一个方法叫做林桂枣干汤 就是扶林桂枝大枣干草汤 我跟你讲 光是从桂枝干草汤 跟他隔壁的林桂枣干汤 做对比跟整理 你那一个小时的医术 可以增加多少 可以增加非常多 就张仲锦的那个 每一条跟每一条之间 都留下一个呼吸的空间 让你的医术进步了 但是那必须你很乖 你就是乖乖当家庭主妇 每一条每一条都照着他做 然后你今天会摸到这个东西 可是 一般人看桂枝就觉得 里面没有伟大的理论嘛 讲的话都很普通嘛 就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嘛 不然就怎么样嘛 所以才会有人说 随上的论 干嘛学会 其实我会查树而已 其他什么都不会 沉路交接还不是也在查树 人家病人还算医的很好的 对不对 就是如果你能够处理的很好 就代表你会啊 可是太多人要耍高拐了 所以就不能够接受真正的 真正的中医 就是真正可以学得好的中医 所以这说一下 那这是金方的世界 是用张罕达病人学 如果是十方的世界的话 你觉得要怎么学啊 我去十方的世界 有很多捷径可以用 我记得我还没有什么医术 但是就是处在那种 邦老师做完研究的那段时间 就是我觉得我还没什么医术 那时候我有时候在网络上面 认识一个朋友 人家问我一句话 我会有一些能力吧 那能力其实是一个自然反应 我相信很多同学可能也都会 就是有一个人他拿一个药单来问我说 这个你看这医生帮我开这个药啊 你觉得它开得好不好 那其实我不知道 因为我比较能够确定的是 金方一定会有什么疗效 十方的疗效本来就是 或许有或许没有嘛 所以我不知道开得好不好 对不对 那就它可能道理上都很好 但是不一定会有效啊 十方的疗效就是这样嘛 因为药效比较弱嘛 那所以呢我常常人家问我说 你觉得药方怎么样的时候 我都虽然不知道如何评价 可是都会跟他讲说 哦你是肺痛失眠眼睛痠啊 消化怎么样 然后我把你哪里怎么样 那你怎么知道 我说看药单就知道啊 那就是 因为一般的十方一开药 不就是这样开的吗 就是大概心怎么样 心音不足会拿几个药补心音 那心音不足有什么症状 我当然晓得啊 对不对 什么或者是什么 肝绿道啊 有预结不冲烫啊 会开什么药 那都知道 对不对 所以当然你看一个药单 就可以复述了这样的病症 这非常容易吧 对不对 可是他有说 那这些药单有没有效 我说我不知道 这很奇怪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张若景的药 很讲究结构 我过来这个柜枝 他就可以看到好几个结构 什么江枣啦 什么柜枝啊 什么跟草料 就是结构 就张若景的方子比较厉害是那些结构 那十方的话 它就是一个主轴 就是你 大概一个人啊 看他怎么心肝脾肺 所以哪里虚哪里虚 你就帮他做点调整跟弧强 大概是以这个结构为主 然后呢 如果有它全身的药都要开起来的时候 可能这边你这边需要用点黄旗 这边需要用点生姜 这边需要用点当归 这边需要用点什么 然后加到一起你会觉得 我大概想要用这些药 然后呢 我就会发现 古时候人创的方里面 有一个药菌跟这个很像 就是比如说补充一汤 那你就干脆就直接去他吃补充一汤就好了 因为用古时候的人创的方 结构比较好 比你自己创的比较好 所以大概就是 大概这样抓一抓 然后通常也会合 那就是十方面 那我记得说 十方面的世界里面 有一本书 我不知道 应该是很幼稚般的书吧 但很有用 你们有没有读过 就是笔花依静 江涵敦 叫笔花的依静 就是有一个人 江涵敦 他写了一个 他还有这个 有什么样的 他写了一本 他的外号叫笔花 笔花依静 那依静是什么 就是依者的借静 就像那个 医中经界那个 见识一样的意思 他这个书是干嘛 因为其实 中国一向平均的 中医医疗水平都非常烂的 所以这个江笔花 他就说呢 这江笔花他就说 这个 因为一般医生都会乱开药 所以 不妨每一个医生都带一本 这个手册 如果你看到病人 真的不会 你就翻一下 这样也比较好一点 所以就希望病人 医生能够带这手册 你没出 你没犯太多错误 这样子 那他编写这本医生手册呢 他有一个 有几个点 是很好用的地方 因为他有所谓的 药对的观念 药对就是说 他比如说 一个心脏 对不对 他比如说 补心的猛将是什么什么药 补心的瓷将是什么什么样 然后泄心是什么什么药 然后良心是什么药 然后怎么样 就是说 你要把这个心怎么样 它各有一堆药给你这样子 那如果你把他还可以的话 稍微知道一下 他就这样挑一个开 而且他也还有副方 副 副就是说 治疗心脏 中国历代有什么方式 都很有名号 有然后负在里面 那你就看得还好 就取了这种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讲 如果 这样吗 如果你要当一个好的十方医了 你去读那个中国医药学院什么的 读七年五年 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东西 就比划一队 就发一队 就开始开业就好了 比划一队 就发一队 就可以开始开业了 跟外面医生开业差不多好 就根本不需要用功的东西 你知道我在努力什么东西啊 就是 哪有那么无聊 就是十方医没有那么难搞 我觉得金方非常难 可是十方医没有那么难 就是你每个人家里摆一本 你出去跟医生可以这样子 分庭抗理啊 那各位同学 有没有人是什么 专业的科系来的 到底你们在学什么东西 因为我从来都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你们那个领域的人 你们在学什么东西 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一下 有没有人是 那个领域来的 没有啊 还是 是怎么样 你们知道 学什么东西可不可以告诉我 因为我非常困惑 是 这个 长生都会一起 嗯 然后 就是 学生就觉得很习惯 对吗 就是 想因为我 学会去做一阵 或者是 我要去啊 我妈就是在管理中药 对 对 所以 其实会觉得 对小时候可以说好像不太简 然后念讲 但是因为我不是很合理 因为我都念大陆的 大陆的课 大陆的课 嗯 所以我就觉得 念起来就是觉得好像都在 长长回来好像是那种 很牵强的谱色 对 对 尤其是讲上台论 跟评论 就会很特别 我会觉得他的评论 是非常地简单 因为他好像都使用 十方的医者 还有分导学来讲他 那样 所以我觉得特别 不过那也是要你自己觉得想要读上海论 才有这种困惑 我觉得好像很多医者可能上海论都不用看 对 对 所以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们要当一个十方医者的话 就这种小手册买本 可以了 有没有讲 我不是要唬你 因为外面的医生 我不敢说一定是这样 可能水平也就差不多这样而已 那至于说妇科到我这部 我曾经讲过妇庆祖女科很好用 没有好多方都很好用 像有个同学问我通辱的方子 我随意她又发生竹竹脚 然后效果没有很好 但我看到庆祖女科里面 那方我就觉得那个方是 即地代之那个通辱方式大臣 那个好用 那就是 就是还要很多好用的方子 然后再加上这种很基本的东西 那用一用就还蛮好用的 所以你们自己可以决定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 我现在是在讲这些话在干嘛 我在划分界限 就是你从比划一剧影片 学到那一整套所有的东西 跟我们在家都完全没有关系 知道吗 就是有不同的理论范畴 而且是不同的解释方法 那这样子 我们学金方的话 就是在享受那个摸索 当中解的内部程式的快感 所以其实 虽然是会将你们保养身体 但是实际上终极而言 还是会变成 开始练习写那个程式 那 但是你真的在程式 你不管会写 不会写都不要紧 因为你上台的时候 就这样一条一条 很仔细 很仔细的念过去 或者背过去 你也不用觉得你自己 有多少进步 就有一天 我就是要说 哪个病人怎么样的 我开怎么样 我会说 加什么减什么什么的 就自己就做得出来 就完全潜意识 就会完成 因为我的中意的很多东西 都是潜意识在完成的 就像你知道吗 像当你甘草啊 从第一代粉草 就是做到最后一代粉草 就已经做出 两万多次 还是三万次的时候 这个要放里面 要开甘草多少钱 多少什么的 你会进入一种状况 就是 三前生甘草 四前生甘草 就是你会变成反射的动作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因为已经 脑袋里面 已经被粉刷太多层了 所以就 就已经 变成一个 因为粉刷太多层 所以变成一大块东西 这样子 大家会有这种感觉吧 所以 所以反而是有一些 问题 我就 所以 我不晓得同学这样子 我这样说 你能不能了解说 我有些问题 很难回答 那个理由 可以吗 那我们 那我觉得 方济学的书像那个 其实知音出版册的那个 森绿色书皮的方济学 我很喜欢 因为其实我非常喜欢看 王绵之先生编的方济学 我他的方济学 我看过三种不同的本子 那我都很喜欢 那 你们如果有兴趣 也不妨看一下 大概需要用到的一些 中国好用的方 他的方济学 我觉得都写得很好啊 那 那 这个 我不晓得说 各位同学 为什么会觉得 自己的中医 会学的不好 你们科班出身的同学 为什么会觉得 自己中医学的不好 还是其实你觉得 学的很不错 那 我想应该是有一些情报 是 太杂了 所以 你没办法分出来对错 可是 这就是我今天 刚刚讲到 有的没得告诉你 我说 你会觉得 杂到你分不出来对错 因为你读的还不够多 当你读到 像我这样子爆掉的时候 你会觉得无所谓了 那东西会逼你产生一种能力 就是说 一件事情 这个人看到这个 那个人看到这个 又有一个人看到 不同角度的什么 那真相是什么 你会开始能够勾人出来 这样懂啊 所以如果听了一家 让你觉得失去心心 两家让你失去信心 三家让你失去信心 我借你读十五家 这样子有很多东西 他们自己会这样打完 那你会剩下最后 磨得很漂亮的一块鑽石原石在你手上 这样子就是 我没有说一定要读书 读杂啦 又不是 只是说如果已经读杂的话 就是这样子 那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讲话太过分 因为陈陆教我不是这样训练出来的 陈陆教我 是用那种纯正学统金方派的那种训练法 就是我们出来读沙海论 就不太做别的事了 这样懂吗 那 那这样子的话 他的医术会在沙海论的那个 可以在机箱里长起来 那之后的话 十方他就随便问朋友就好了啊 就是有时候需要用到十方来帮忙 就问一下这时候你用什么方 通常就马上现学性用就好了 那这样也不错 所以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大概有怎么样学习吧 但主要就是不要把十方的世界 跟金方的世界混到一起 我想大家混不了 如果一定要混到一起的话 当然会比较辛苦一点 那我们上次的课是上到这个 桂枝汤的后面要讲到它的一些应用 桂枝汤的这个本证 好像我们已经交得差不多了 其实67也交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桂枝汤的禁忌 就是第六卷的第十八条跟二十条 他说第一个 其实第十八条就包含两个桂枝汤的禁忌 因为在宋本就是分开了两条 诶 是分开吗 我标示的不太好 就是好了 第六卷的十八条 可以吗 翻到了没 他说桂枝汤本为解机 若其人脉服紧发热 汗不出者不可于也 常须誓此物灵物也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桂枝汤的功用呢 是什么呢 是把你的基凑里面的风鞋 推出去 这个张寒论后代研究者都是这样子 就是把解机跟发汗两个字做对局 就是解机就是把你进入你的凑里之间的风鞋这样子 松松的赶出去就叫解机 那发汗是指你伤于含一滴汗都流不出来 你要用到麻黄之类的开汗孔的药 然后你还会把你的汗挤出来 那叫发汗 那反正是解机的药跟发汗的药 我们是尽量不能搞 我们就不能搞错的 这样懂吗 就像麻黄汤这里是桂枝汤不行 这桂枝汤这里是麻黄汤也不行 所以呢 他就说呀 因为桂枝汤本来的用处是 这个人皮臭还是松的 所以脉不会很紧 对不对 然后他的风鞋汗孔还开的 风鞋直接可以清出去的这样的前提 才用桂枝汤 那如果这个人他的脉浮紧 发热汗不出呢 那这个人又浮崩得又很紧 然后发烧 然后汗又一滴都出不来的时候 是怎么样啊 那这个是麻黄汤的证 就是伤与寒的证 那个需要用的是发汗法 不可以用桂枝汤 这样懂吗 因为桂枝汤发不出来 桂枝汤没有这个力量 那在里面这样子推不出来 反而更糟 那张仲锦讲了一句很重的话 他说常须是此物另物也 因为常又是恒久不必 对不对 所以就是你一直一直必须把它 这个分得很清楚 不要搞错 所以这句话如果翻译成 白话文的意思就是说 你到死给我记住一件事了 就是这样的重的程度 我跟你讲 其实现代人哪里才在意 桂枝汤和麻黄有什么差别 就是很多的地方上 我们都没有那么仔细 但是你要知道 是张仲锦那个时代 张仲锦有那么仔细 好不好 所以如果我们要复制 这个张仲锦的思维的话 这种事情都不要掉以轻心 所以他让我们到死要记住这句话 我们就到死记住这句话 这个麦浮井 发不出汗 那个发热是打三角的 发不发热都没关系 麦浮井而发不出汗的时候 千万不可以用桂枝汤 再知道一下 然后呢 另外是 如果九克病 亦不可与桂枝汤 得之必 哦 以九克不喜干顾耶 然后他还有个二十条 说凡浮桂枝汤吐者 其后必吐浓血耶 哦 这个 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就是 我手边没有足够的资料去了解 汉潮的 酗酒的人是喝到什么程度 就是 你们 有没有认识酗酒的人 他一定要喝几瓶XO啊 怎么样才能叫酗酒 其实九克的意思嘛 就是 如果有一个东西是客人 代表他有一个东西是主人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是九克的话 就代表 酒是你的主人 那他活成这样的人 到底是一定要喝多少酒啊 因为 桂枝汤的这两条 其实没什么了不起 什么都没想到 因为我们在现代上面遇到 好像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如果你 如果你是那种 偶尔会喝点小酒 甚至是下班会跟同事喝一杯 的人 你觉得这能叫做酒客吗 不太行 而那种人 喝归之后 有没有出事呢 好像几乎也不会出事 所以一定要 喝酒喝得 很 很猛 然后 那那个很猛 到底要如何之猛 我举个例子好了吧 我想有一个人叫做酒客 就像我一个朋友 他是 非常喜欢喝酒 然后就去 那个 就去 有时间就赶快去 酒吧 品品酒 就非常 然后呢 他的那个痔瘡已经严重到 就是 那个 可能那个脂肠内侧 都是像葡萄串 那种痔瘡 就有那么严重 然后 他的痔瘡非常严重 那时候我 认识他的时候 我就说 你要不要披啊 可是 披痔瘡一定要去湿热 去湿热一定要戒酒 对不对 他就说 哦不行 你让我戒酒 我宁愿要痔瘡 那 我想 如果搞到那样的程度 可能算是酒客了吧 他真的是 每天就是 午酒不欢这样子 那 如果是到 那种程度的人 他的身体里面 已经积蓄了 很多湿热 对不对 那 这么多湿热的体质 柜之上一进去之后 那个药性 一起来的时候 其实会把他 那个胃啊 这个消化器官附近的 那个酒所凝结的 那个湿热之气 都带起来 然后他就会 吐 那他又说 这是因为 酒客不洗干部 也就是他说 因为柜之汤是甜甜的味道 那这样子 张宁敬的意思就是说 酒 凡是喝酒的药 喝酒的人药 都不能够用甜的吗 这样子你觉得对吗 哦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子 酒客不洗干 这件事情是对的 然后呢 这个 得柜之汤必 呕 呕者必吐浓血 这件事情 我们也算他对好了 虽然几百年 没有人见过这个东西 因为 除非你酗酒 真的有酗酒 都要他说的那么严重 否则的话 很难 但如果你身体没有 吸去了很多的湿热的话 那是有可能会 就是他喝到你吐的时候 那些湿热会一起 找一些孔道钻出来 所以会一起 连带着有吐浓血这样子 那 但这个会有浓的话 代表他身体里面 根本已经这样 发炎的 这样化浓了 那这样的人 因为不常见到 所以这个经济导师 可以不用管 那至于酒客不洗肝的话 那个 我记得清朝吧 有一个剧作家 那个李渔 你们听过吗 那个 那个 那个